在親友團的陪伴與見證之下 來自台灣與中國的兩個男子 開心完成終身大事 我們終於結婚了 臉上洋溢著幸福笑容 來自台灣的Ryan與中國Live 在2019年兩人就已經在美國登記 不過因為當時規定 讓他們遲遲無法在國內完成結婚登記 因為一開始在台灣通過婚姻平權的時候 其實只有台灣人跟台灣人可以結婚 還有台灣人跟已經通過 同性婚姻的國家才能結婚 那像其他的國家目前 當時都還沒有辦法 內政部9月開放兩岸同性伴侶 在第三地結婚後 經面談等程序 可在台辦理結婚登記 這兩人搶得頭香 也是全台兩岸同性伴侶結婚的首例 一大早就受理一件 同性的結婚登記案件 那他們是我們本國人跟大陸地區的同性婚 比照異性婚在國內辦理結婚登記 我們選擇在台灣這個地方去生活 共同去安排我們未來的人生規劃 那個原因也是因為在這塊土地呢 其實是非常重視民族自由的 那我們也會比較有安全感 不用擔心各種的風險跟問題 由於中國同性婚姻並不合法 兩人也擔心在中國遭到歧視 因此未來會選擇在民主自由的台灣 好好過生活 民視新聞 莊舒婷 陳嘉祥 高雄市報導